大家好,我是桑普 欢迎大家来到小军台湾Plus 美国大选继续进行中 但是我们最新的消息 在我们录影的时候 就看得到9月15号 川普被第二次企图行刺 那这一次不是刺杀未遂 而是准备杀人 在预备杀人的过程中 那个人就那个狂徒 那个Roth 就是他是在沃斯 那他是在那个铁丝网外 架起机关枪 那个枪筒都在往里面伸了 这个时候就被特勤部队发现 那就把他制服 有枪声 发生的地方就在那个佛罗底达州 那个川普打高尔夫球的地方 所以这个看得到非常的严峻 这也看得到很多的人都觉得说川普该死 那用这个方式来去用仇恨来动员政治 我觉得不要 包括我在内对左右派 对美国不同的政治 我们有我们的看法 但是我不可能说 要用那个鼓励大家用仇恨 或者用这一种叫暴力的方式 来对待一些跟自己政见不一样的人 这个人呢 他也写过一本书 讲到乌克兰不可能赢的战争 里面也提到台湾 所以他的论述也是非常 我看因为这有限的报道里面看得到 非常的错乱的 一方面觉得说乌克兰打一个不能赢的战争 但美国还是要支持乌克兰去打 他也同情台湾的状况 甚至讲到很多一些根本是 那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讯息在里面 所以我认为说 大家对于这个刺客来者不散 要真正的认识 不要blame the victim 不要谴责受害者 所以他现在川普毫发无损 也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 去办好这个选举 美国大选 川普跟哈里斯其中一个人会当选总统 台湾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跟美国合作 无论是强抗中还是弱抗中 我们都要面对 究竟是如何自由分享 但是看得到辩论会 尤其9月10号的川哈变之后 我觉得这个看得到 哈里斯跟川普之间 谁赢出这个选举呢 大家很多的存仓折战 大家以为说 是那个哈里斯赢得很多 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认为他赢 这是主流媒体的报导 但你从其他的统计分析 你看到摇摆州 没有动过 谁赢的这场选举 不代表说他有票 所以问的问题是在于说 你听完这个辩论会之后 你会把票投给谁 这才是重点 所以大家不要说 迷恋于谁赢得这一场选举辩论 还记得吗 2016年 当时Hillary Clinton 跟那个川普竞选的时候 那Hillary Clinton也是很多的调查说 他赢得这个选举辩论 但是没有用 因为结果还是川普最后获胜的 所以大家看得到 听完之后支持谁是很重要 那我听完以后 那那个时候心得是什么样 第一个 川普说的是见识跟常识 尤其讲到非法移民 经济通膨 石油开采 还有讲到一些美国若干的问题 对于俄务战争的看法 对于中国的看法 对于台湾的看法 或许有些地方未必我完全同意 但都是非常具体的政见 相反的 Hillary Clinton所提出的很多地方 空洞 他比较实在的 就是侯友仪式的 两万五千块美金首购族的补贴 还有对于某一些免税额的减免 比如有儿童 他有免税额的减免 但这个是一个总统该提出来的重点吗 我们问恶物战争 他说要打下去 打到什么时候 帮到什么时候 提不提供重型的补给乌克兰 要不要那个接受 现在泽连斯基说的胜利计划等等 他都没有说得清楚 那如果说 你讲到那个中国的关系 川普讲得很清楚的 就比方说 60%的关税 中国汽车到墨西哥 再运到美国 100%的关税 中国是要取消最后国待遇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 等等 而且他也讲到 如果中国要坚持人民币结算 对所有中国获100%的关税 如果中国坚持一些不当的一个事情 那个美国也要一定的反制 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情况 阻吓中国是美国共和党 川普 泛斯团队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张 相反的 我们看到在Harris跟Wolf的团队 民主党的团队 我们要问的是 他要不要取消对中国的关税 因为Harris在选举边论讲到 对中国的关税重创美国的消费者 因为川普的想法是 与其对美国的有钱人中产阶级或者穷人征收税项 不如对中国或者其他外国征收关税 那个Tax就是Tariff 就是等于说关税就是美国收的税 所以就是上十亿季的那个钱 涌进美国 这个才能够让美国整个政府运转起来 那美国人享受低的税率 能够让他的蓬勃的经济得以发展 没错这个会不会导致说 因为那个全球供应链的关系 导致成本上升 会 但是相反的 你在美国征收有关的税项 也同时会导致通膨的上升 所以真正解决通膨的问题 不是不收税的问题 税一定要收的 不然没钱的 真正解决通膨的方法 是石油价格要降下来 石油价格一旦降下来 通膨就会予以大幅的舒缓 也是16到20年 整个通膨率远低于在 16到20年的时间 远低于21到现在的时候的通膨率的情况 这个是客观的事实 而且非法移民的问题 接近2100万人 涌进美国 这个情况导致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媒体报导说 川普说 在那个俄亥俄州 俄亥俄州的那个春田市 Springfield 有些海地来的居民 去吃猫吃狗 是真的是假的 我先不争论 重点是 如果非法移民可以大幅度 有配额的 天天的进入美国 这个对吗 你想想看 如果台湾要运用美国的政策 非法移民每天有个配额 我想这个是荒谬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违反常识的一个行为 我相信如果真的要吸引廉价劳工 何不让他们合法进入美国 怎么可以宽众他们非法进入美国 而得到有关的福利 甚至有一个嫌疑干预这个选举呢 中间有多少的中国俄罗斯的因子 在后面挑动 这个要讲清楚 说明白吗 那我看到那个主持人在辩论会之后 看到ABC News 他下属的一个机构 叫做Six ABC Action News 他是子公司 他们有一个叫Brian Tuft 也是问专访哈里斯 Harris 究竟他怎么看 如何降低物价 如何改善经济 如何解决通膨 那你要回答的 就好像我刚刚回答方式吗 但他不是 Harris的回答非常的奇怪 他说我是中产阶级的孩子 母亲非常努力工作 抚养我跟妹妹 在我年轻的时代 他们呢 就终于买下第一件的房子了 在勤奋的社区长大等等 但你这个答案跟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是毫无关系嘛 那你讲到最后才讲到 两万五千块的那个补贴给首构筑 那个有儿子的 那个女儿的 儿童的 有那个所得税的减免等等 但请问 这跟改变通膨有什么关系呢 要么文不对题 要么答非所问 要么是答的东西根本是完全增加了通膨 而不是说减低的通膨 我觉得说只要稍有那个经济学的常识 我觉得说Harris这一番的说法 我是不太赞同的 那当然有一些左派的朋友 他认为说 怎么样也好 那个Trump是个独裁者 但我现在问一个问题 Trump如何独裁呢 他也没有篡改宪法 他2025计划被塞到他嘴巴里面这么久 他已经讲出 我没有看过那个计划 故意不看 也不想看 也没有我的支持 2025计划跟我完全没关 是传统基金会的 一些人学者专家说的一些话 川普从来没有去 首肯过2025年的那个计划 所以大家也不用在那边说了 所以我下面讲两个重点 第一个 三个主要的决胜关键是什么 在美国总统选举 现在到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得到会可能 未来有辩论也有可能 因为川普一度拒绝 但他也有些松口了 说看心情 也许可以 不知道 重点是如果还继续 好像你看到那个 Miller 还有那个David 这两个主持 这一个三打一的局面 这个情况当然不好受 你看看在六月的时候 当川普跟拜登辩论 CNN虽然是左派主流媒体 但是他们的主持非常公正 相反的到了九月十号 大家看得到两个主持 事实查核针对川普 OK 但不针对那个Harris 有一位克林顿前幕僚啊 叫做那个Mark Payne 他也讲说 本先那个民主党就跟这个ABC 电视台 美国广播公司取得一个协议 就是事实查核只针对川普 不针对哈里斯 这个是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是真的话 这个根本是一个 民主党做出来的宣传工具 那另外的 Harris本身 他有讲错的地方 为什么不揪出来呢 有人揪出25个 那我起码在不同节目中 都是讲出七个基本的错误 那为什么当时的那个主持人 不主动去跟他纠正呢 所以9月10号的选举辩论会的 公正性是成疑的 相反你看台湾的选举辩论 无论你看哪一届 基本上非常公正 主持人不会介入这个问题 要问的可能有些专家 在下面来问 都是公平分配给各位时间去回应 你看那个我们1月 那个时候侯友宜 那柯文哲 还有那个赖清德 选举辩论 没有一个人质疑 这个选举辩论的公正性的 大家也看得非常清楚 是什么一回事 但是你看得到ABC这个选举 你用台湾的标准来看 都觉得说非常的刺眼 更不对 另外的 我们讲回三个决生关键 决生第一个 在摇摆州 不要看那什么popular vote 全国的那个民意调查 没有完全是误导的 因为可能加州 纽约 纽泽西 他们是民主党的票大幅上升 但是完全对于那个Harris 没有加分作用 真正决胜的是选举团人票 因为美国是联邦制的国家 美利坚和中国 就是那个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所以它是不同的国家 组成的一个联邦 那这个不同的邦 他们本身 他们有的那个选举团人票 很多都是赢者全拿的 那七大摇摆州 可以看得到 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包括Nevada 内华达州 亚利沙纳州 还有那个宾夕凡亚州 还有那个 那个叫做Michigan 密西根州 威斯康辛州 北卡州 还有那个乔治亚州 这七州基本上是决定了 很多的关键 各项的选举民调 都有不同的做法 但是你看得到 七大摇摆州 基本上经过这一个 川哈变之后 并没有影响到 整个对于川普的支持 也没有影响到 那个Harris的支持 可能如果有第二场的川哈变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整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那另外 十月旌旗 October Surprise 也是一个大家需要观察的一个重点 未来怎么去走向 还是有非常大的可能性 它是摇摆州 记得是上一个字 Swing States OK Swing States 这个是重点 第二个地方是 谁跟媒体比较亲近 那当然现在你看得到 很多的主流媒体都刻意的 或者说 也就故意过失的 怎么样也好 也帮这个 Harris做一个宣传 但你要知道说 谁去更勇于去面对群众 才是重点 不是哪一个电台支持你 记得2016年 川普当时那个是 政治完全是没有履历 他对抗一个非常有政治履历的 Harris Clinton 他照样赢得选举团人票 当选第45届的美国总统 当时川普之所以赢 是因为他非常用功 有专访的去 你没有邀约的 我就主动提出邀请 说我上你的节目 曝光率高 而且每一次说话 给人家看得到 你strong 强大 你勇敢 courageous 而且你说的东西是正确的 right 我觉得这个地方才是honest 也要去诚实地面对这些事情 当然也很多说挑战 川普讲很多谎言等等的东西 那我们要看 你们讲的是哪些谎言 有些谎言可能是无伤大雅的 有些比较重要的 那是你是说哪一类 那我觉得说 这个都要有一个仔细的研判 所以当我们看得到摇摆州 第一个 第二个 亲近媒体 主动善用媒体 到现在为止 川普还是远远高于Harris的 Harris跟Walt接受过一个媒体的专访 最近我刚刚讲了 ABC的下属媒体给他一个专访 其余的就是这个辩论会 也没有别的专访了 那以后怎么办 而且看他那个专访 基本上都是有一种行礼如仪的感觉 照读稿 幕僚给他的稿 他照读 为什么他答非所问 因为他无论你问什么 他是个人肉录音机 他是把他背过的东西完全背之出来 比方说I am not Biden 就我跟拜登不一样 这些都是讲穿的都是一些滔滔逻辑 都是一个自圆其说的说法 没有引起大家新的东西 所以我看不出一个他真正的正刚是在哪里 所以我们要看待的是 究竟怎么样去看这个事情是很重要 那第三个东西当然是独立选民 那个independent voters 这个台湾叫中间选民 中间选民的走向 起码在很多的调查看得到 经过川哈遍 他们靠向共和党 四个议题 一个经济通膨问题 第二个非法移民问题 第三个堕胎的问题 第四个当然是涉及到能源开采 就是fracking 用水力冲击开采 美国沿业资源的问题 这个也是非常看到 独立选民中间派靠向右派 所以你看到川普没有动机 要去做第二轮的选举辩论 他要看那这个情况要不要拉大 拉宽不同的差距 还是说提防哈里斯那方面有突袭 所以这三个东西 再讲一次摇摆州 靠近媒体 善用媒体 还有独立选民 这三个是非常重要的决胜关键 那当然选举制度是否公平 曾经有过这个正义 那希望这一次台湾 台湾的选举制度是完全比美国好很多的 实体投票 没有不在籍投票 也没有什么邮递投票 OK 那台湾的选举的结果 一选完 当场点票 不同党派的人来监票 每一个票站的票都不会运到别的地方 立即再当场开 而且到现在行之有效 非常公正 美国真的是跟台湾学习这个地方 我觉得说台湾是可以成为一个榜样 给全世界去学习的 这个毫不讳言 那我们看到候选人 大家要选择哪一个 大家不一定跟我的想法一样 但川普跟哈里斯 你要看跟台湾有关的三大焦点 第一个 中国政策 你就翻开新闻看一看 川普 范斯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那个 Harris Waltz的中国政策是什么 翻开来看看嘛 那如果翻开来 你看到民主党的 我看到民主党的 是很模糊的 也不敢说要不要废除中国的关税 要削弱 或者说停止这个贸易战 关税战 还是科技战 那相反的 你看到川普的年代 非常清晰的关税为主纲 那之后对于台湾说 你要台湾要交那个保护费 或者说保险费 GDP的5% 大家要谈 究竟要怎么办 那最近有一些人揭发 美国运到台湾的很多那些防弹背心 或者说有一些防弹的板 都发霉了 那这个情况你是货不对板 台湾政府无分党派的 应该要跟美国说 对 这是不对的 你根本是 那个用民法的术语来讲 瑕疵几负 不完全几负嘛 你给我们的东西根本是货不对板 我花这么多钱来买的东西 你给我东西根本是发霉的 甚至可能是一些旧的存货 你拿来卖给台湾的 这个是不可能忍受 所以你看看GDP五个补帕 你怎么样去谈判质量 数量 而且不只是军购 巡异问题 情报的五眼联盟的问题 还有军港的问题 驻军的问题 证明的问题 邦交的问题 入联的问题 等等都可以放到座上好好去谈判 不要以为跟川普谈不了话 川普跟他的团队是准备好要跟台湾谈的 台湾也不要以为美国一定是很压霸 没有 好好的去把这个地方谈下来 你看日本 韩国都是经历过这个过程中 去谈他们国家要做的事 所以我们国家要谈回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福祉 让美国有契约的理由守护台湾 不要把美国的帮助视为理所当然 我们台湾要壮大自己的国防 但不可能不需要美国的帮助 需要美国帮助 如果形成一种不是恩虚的关系 而是一种契约的关系 不是更好吗 那所以第一个 那个中国政策要问个明白 范氏最近提到 中国终将侵略台湾 但是美国把所有武器援助乌克兰 恐将导致影响台湾抵御 中国的入侵加速冲突 所以中国现在暂时不侵略台湾的原因呢 不外乎是不容易赢 怕死人 怕自己被斗倒 第三第二个地方是 习民目前并非政治上非常稳固地位 因为卧塔之策 岂容他人寒碎 没有一个独裁者是永远是安全地居于高位的 而且他也很可能最终用军事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第三个或许中国不认为他们最终需要这样做 要从外部控制台湾 不需要入侵从内部掌控 他说从外部控制台湾 其实反过来说 是通过渗透跟那种统战的方式 来去对待台湾 而不需要从内部来入侵台湾 意思是说 真的要避免的 是真的是认知作战 善战 法律战 舆论战 心理战 我们要强大自己的国防 民防 新防 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是 俄乌战争 因为你看到 范斯讲到和平方案 把川普跟范斯的和平方案 泄露一点点给大家看 那台湾也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他说 把目前俄国占乌克兰的领土 化成非军事区 而且非军事区将会戒备森严 俄国不得入侵 而且乌克兰保证 不会去加入北约 保持中立 也是不会加入一些结盟的机构 保证它的独立性 那这个才是重点 他讲到 很多把俄乌战争 两年多以来的俄乌战争 视为当代伟大人道主义使命 既虚伪而且错误 战争都是流血的 天天都有人死亡的 那你要这个战争打下去 你要供应低端的武器 终端武器给乌克兰就够吗 他也打不赢 他也没有能力打赢 这只有磨 磨的结果 军工复合体产业 最有利 除了这个以外 我讲解释不了任何原因 为什么要拖这个战争 拖到现在 你也不敢跟俄罗斯正面开战 因为离开战很可怕 很恐怕会引发三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所以你现在的情况是 对乌克兰有帮助 那台湾很多人就说 今日乌克兰 明日台湾 用这个想法来想事情 我就说过多遍了 不能用这个事情来想 乌克兰是腐败的 半民主 半专制的 而且他情况跟台湾 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当然道义上 支持乌克兰去自卫 但他的能力是实在有限 美国要援助乌克兰去打俄罗斯 就等于说在北越的 跟那个俄罗斯的战线上开战 那这个开战 谁有利 谁不利 当然是 那个大家卷进去 那个欧洲跟乌克兰 跟那个俄罗斯在一起 僵在一起的时候 中国就可以有揣息空间 当快乐第三人 而且用这个方式 把中俄趴在一起 把它串在一起 好吗 不好 停战 赶快划定非军事区 成立一个环冲地带 同时 主力要防中 赌中 而不是防俄赌俄 两个都是邪恶的政权 没有说 我们要帮助俄罗斯 去防赌那个中国 而是说 你们整个战略 要对于中国 是排在第一顺位的敌人 还是俄罗斯是第一顺位敌人 这是重要的 你看各国领袖 访问会见的 不会普丁 他会见习近平 可以看得到 他实际上 行动上 都会把俄罗斯 视为头号敌人 这是中国的福音 我们要不要维持呢 这个就是我们战略的 非常大的分别 那给乌克兰的援助 导致交付给台湾的武器 落后 延迟 这个也要不要改正呢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看待 俄乌战争 在我看来 应该是结束的 应该停战的 要画好一个方法 去解决的 让俄乌之间 把那个地方 主权问题 存而不论 但化为一个非军事 去来去处理问题 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方式 那第三个当然是通中门 以前有通俄门 现在通中门 就是所谓的华兹 华兹本身 他本身是跟中国的关系如何 还有纽约市的副幕僚长 孙文跟胡销 本身的被落网 间谍罪的问题 还有纽约市民主党的国会议员 孟昭文 这个担任美东河南同乡会的副理事长 跟荣誉理事长 这个是中共的外围组织 涉嫌这位孟昭文 就是外国代理人 这些情况 要看到谁跟中国共产党 处在一起的 我们要坚决反对 这个才是我们看的维度 再讲一次 中国政策 美国两党的中国政策 要问清楚 俄乌战争要停战 还是去战 要讲清楚 似乎已经讲清楚了 第三个是通中门 有没有更多的内幕要爆出来 这三个才是我们对于台湾的影响 最大的三个议题 希望大家密切关注 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稍后再跟大家再会 万家乡 全国第一家采用太阳能发电的 大型酿造厂 洁净能源 纯净酿造 产品添加物少 用得安心 安全 卫生 符合欧美潮流 通过洁净标章评鉴 万家乡洁净标章系列 一家烤肉 万家乡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